画面上是市府发言人余志明跟教育处长刘美兰 召开记者会说明市府已经研拟基隆市学校午餐自制条例草案 针对采购流程、履约金额和契约罚则等部分将做统一的规范 那过去的案例我们都可以发现说 其实学校在契约方面其实他们订定的这个罚则有偏低的这个样态 那也发现说这个内容之间也是各有差异 并且呢并没有达到相关的一个嚇阻的一个效果 那致使说学校营养午餐它的这个厂商的履约品质 有不稳定的一个现象发生 那谢国良市长也是为人父母对这个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视 也责成我们本府各相关单位来研理我们基隆市 学校午餐自制条例的一个草案 我们也会呢尽速的去完成法制面的这个流程 并且呢会提交到议会来审议 那针对内容的部分呢我们将会全面的强化采购的流程 然后去订定统一的一个契约的范本 还有契约的法则 我们希望透过于我们午餐的监督以及委员会的部分 那我们辅导委员会的部分 我们能够统一整个采购流程的一个规范 然后另外在评选过程当中 我们也希望最后绝标的时候能够有到场 然后去做访试之后 我们再订平衡表 另外一个本市呢 其实整个旅约保证金的部分 我们没有一定的范本的规范 所以旅约保证金 依照采购法都在十分之一以下 所以这个区块里面的话 各个学校就会订定不一样的标准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自制条例里面 我们也会订定本市午餐的一个采购七月范本 另外我们统一我们整个旅约保证金的一定的比例 那这一定的比例后续会透过我们午餐的监督以及辅导委员会 来做一个相关的讨论 我们希望把祭典的一些相关的程序 再更严谨的去检视 因为一点只有五百到一千 各项状况不一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依照契约金额来做 那可能以我们目前的标案来看 大概一个标案大概最少都是一千多万以上 那最高大概有三千多万 所以我们期待的是依照你自己本身标案的那个金额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扣点大概是千分之一的部分 举例来讲如果你的标案是一千万 那你的扣点一点可能就是一万块 那最重要的也是表示我们市政府 尤其是国梁市长在守护孩子的决心 那这是我们后续的部分 自治条例的一个即将要在11月份要送议会之前 那也希望跟透过各位媒体朋友 也跟市民报告 我们市府的一个那个营养午餐的那个自治条例的部分 我们目前正在广纳各方的意见 那也目前正在征询意见之后 我们会沿我们的行政程序来做相关的进行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